看着空荡荡的鱼缸 老板娘忍不住掉眼泪 养了两年近400条孔雀鱼 竟然一个晚上被小偷几乎脱光 我只要一位他们全部都上来 然后我平时我只要手一伸靠近 他们全部都靠过来 你如果真的想要这个鱼 你想要养你跟我讲 我可以送给你 可是你不要做这种动作 监视器画面拍到凌晨一点多 小偷骑汽车来到手机店门口 当时他拿出水桶跟鱼网 掀开鱼缸上面的木板 开始用网子捞里头的孔雀鱼 前嫌后后捞了五次 把400条孔雀鱼放进水桶里面 骑车离开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而小偷拿鱼网 带水桶 戴着口罩 还用胶带把机车车牌贴住 显然是有备而来 这只鱼啊 就是可能那天没有被他捞到 他已经快死了 他已经奄奄一血 因为他有的样子已经非常奇怪了 而就在事发前一分钟 监视器还拍到 借嫌骑骑汽车 经过手机店门口的影像 当时借嫌就一直转头往门口看 似乎是在勘察地形 确定门口没人 他就大啦啦把车停在门口 动手偷鱼 整个过程都被监视器给拍下 冬天我会多一个大店 就是为了怕他们 就是说风太大了 会着凉 就是说怕他们会死掉 会猛死 因为他们很怕 其实也蛮心痛的 因为我前一天才整理好缸子 然后他就这样给我翻 手机店老板将监视器画面拋网 希望借助网友的力量 揪出这名可恶的窃嫌 记得还是金黄总印台中报道